上個禮拜說過今個禮拜會出Assignment 2的規劃 其實已經預備好了 但是阿姆沒有空再更新連結 如果你很想今天開始做的話 你可以去Assignment 1的項目 然後改了一條URL 原本是assg1的 你改了underscorenew就去到Assignment 2的規劃了 應該是finalize的了 如果你很想今天開始做的話 你可以去看一下 好 稍後我會更新連結 還有有一個Announcement 就是關於tutorials 接下來的schedule 就是下個禮拜四的tutorial是會cancel的 因為會變成project meeting 下個禮拜的tutorial也是cancel的 因為都是project meeting 我們沒有了兩個小時的tutorial 那他那邊就去了阿Mo的兩堂lecture 所以三月二十九號那一堂 雖然沒有lecture 但是你還是要回來的 因為那天會有兩個小時的tutorial 那那天說什麼呢 那天呢 先暈倒一下 那天是很充實的 因為呢 這個就是今天的schedule 今天會繼續講iFramePlayer API Simon 2的overview 那這次是superside那邊 還有會講note.js的 不過今天一定是教不完的 所以呢 在那兩堂lecture的時間 會繼續講note.js 然後講express這個framework 接著是work socket 然後教你如何deploy Heroku 那很可能呢 最後這份slice 我是不夠時間說的 那所以呢 如果不夠時間說就自己看吧 其實都是跟著這個step去做的 沒什麼特別 那這個就是 接下來的schedule了 那記住下個星期四 同座下個星期四 就不用來了 如果你要談project就要來了 嗯 好 那我們繼續 那上次呢 去到這一版的應該 那上次是說了一些 basic的operation 怎樣做 那你可以控制它怎樣play pause stop mule和unmule 那上次去到這一版 我就停了的了 那因為呢 這裡就有一點點tricky的 就是教你怎樣去做fast forward 和rewind 就是向前向後跳 那我們spec那裡就寫了 我每一次按fast forward 或者rewind那個按鈕 就會向前 或者向後跳兩秒 就是怎樣呢 那沒有一次性 給你一個idea 就是做什麼 那我就 add了一條timer的影片進去 就讓你看到我現在的時間是多少 那這個是 3分鐘倒數的影片 那很容易搜尋的 你自己在youtube搜尋吧 那我play了 那它就 咦 play的 那我開始play了 那我pause了先 然後呢 我現在按fast forward 就是向前跳 那應該向前跳兩秒的 那它到了0244了 因為這個是倒數的鐘來的 所以我的時間就調轉了 如果我按rewind 就向前跳兩秒 就是變成46多應該 那我可以繼續這樣 那我按一下就跳前或跳後兩秒了 這個就是我們expect的behavior來的 那怎樣去做呢 在用youtube API那裡怎樣做呢 那它本身呢 就沒有一個這樣的功能的 它只是有一個叫seek to的功能而已 就是讓你在個player那裡跳去某一個秒數 某一個時間 那但是就沒有讓你specify 我想跳前多少或是跳後多少 沒有這樣的 就是不可以specify一個offset去做的 那所以呢 我們要靠兩個功能 一個是seek to 就是跳去某一個秒數 那我怎知道跳去哪一秒呢 我就可以用get current time這個功能 去拿回我現在的player 播到第幾秒了 那所以將這兩個東西合起來呢 我就可以寫到一個這樣的sulu code 讓你自己轉回到javascript了 那當個user click個fast forward的按鈕的時候呢 那它會立刻拿現在的時間是多少 就是那個player播到第幾秒 例如我播到第四秒的 那它就return個4給你了 然後呢 我現在是fast forward 所以就跳前兩秒 就將現在的時間加2 然後seek to 這樣就可以做到fast forward的效果了 那rewind就反轉了 變成減了一樣了 那 那 我們有一個是深信的 就令到你的invitation簡單一點 沒什麼特別的 spec那裡都寫了 就是說呢 我現在的時間呢 一定是在 一定大過2 那令到你rewind的時候呢 它不會去到一個負數了 就是你可以很放心的減2 不用做error tracking 就是令到你的invitation可以簡單一點 好 接著的功能呢 就是next video 和previous video 那這個就涉及到我們的playlist了 那這個就涉及到我們的playlist了 那在API裡面呢 有兩個funktion 一個叫next video 一個叫previous video 千萬不要call 是不對的 因為呢 這兩個funktion呢 是用來control一些在YouTube裡面的playlist 例如這個就是一個在YouTube裡面的playlist 來的 這個就是project demo的一條playlist 那是跟我們在application裡面 在app裡面 這條playlist是不同的 這條playlist是我們自己manage的 這個不是YouTube上的playlist 所以你call那個funktion是不會的 那怎樣做呢 那原來呢 在這個API裡面呢 有一個funktion叫loadVideoById 就幫你在那個player那裡 我直接switch去另一條片那裡 就是我現在在播那個ID 我隨便合啦 當是1 那我一call這個funktion 然後pass那個2下去呢 它就會將現在的player裡面 在播那條片 變成videoID的2 那一條片 就是我可以轉去第二條片 那就可以做到playlist 做到next video 和previous video的效果 那如果我寫作sulu code呢 就會這樣的 假設 我們這條playlist 存在一個variable 這個array 就叫playlist 那我就可以拿個videoID先 首先呢 我在playlist 我現在播那條片的下一格 就是我當我現在的current index 是i 那下一條片就是i加1 那我先拿到它的videoID出來 然後把它pass去pair.loadvideoById 然後呢 就把current index加1 就是你要update 那個current index 那這個就是next video 如果有previous video呢 就反過來 就是-1 那這裡你記得做error tracking 就是你不要播到最後一條片 你都照給它next video 那跳動才會看到 那這個你要自己去查的 那我這裡我沒有寫出來 好 然後呢 還有一個behavior呢 spec裡面都有要求的 就是說呢 當個player播完一條片的時候 他要自動跳去那個playlist的下一條片 就是我的playlist原本有三條片的 我現在播第一條 那如果第一條播完之後呢 你的player應該自己跳去第二條片 就是順利樂的 就不應該需要user去按鍵才跳到第二條片 那怎樣去做這個功能呢 那我們可以用event listener的方法去detect 這條片播完這個event 那在我們create個player的時候呢 我們又register了一個event listener 叫做on stage change的event 那我register了一個這樣的event handler 那這個event handler裡面怎樣做呢 就是這樣的 那他會吃一個argument 就是event 那就告訴你那個trigger的event的內容是怎樣的 那你就可以read裡面一個叫data的feel read這個feel 那你就知道那個player 到底那個時候發生了什麼事了 那例如那條片 那個player過完一條片 那他就會trigger了這個event playerstay.end 那所以你就check這個event 然後在這個event裡面呢 去做跳去下一條片的動作 那其實就是 這裡你自己check一個next video的operation 那你就在這裡handle了 那其他的呢 那其他的呢 應該就用不著的 我的immitation就用不著的 那如果你想有些東西在裡面做 那你可以自己加了 那這個就是幫你去做自動跳去下一條片的 那個operation的方法 那其實都很簡單 一個event listener去做完 好 然後就是關於destroy player的 那因為呢 我們的video player呢 只會在desktop view才會看到的 在mobile view是看到的 那所以在mobile view的時候呢 你應該是把player destroy了它 即是我的player應該是 在web page那裡remove了的 那不應該繼續存在的 那怎樣去做呢 那call一個function 那API裡面有的了 就是player.destroy 那就可以了 那那個player就會毀滅了 那如果他在播放任何東西呢 都會馬上停了 和沒有了 那我們在做demo的時候呢 是會檢查這件事的 即是你 如果我的view是mobile view的時候呢 應該是沒有個player在那裡的 那你想一下 我怎樣去知道那個player在那裡 那除了看不到之外 還有些東西我可以去檢查 那你自己想一下吧 去年有很多學生 因為這樣扣好分 那怎樣去detect 我什麼時候應該destroy一個player呢 那你可以detect一個event 是window裡面的event 就叫做resize 即是當我一resize的時候 就會trigger這個event 那你就add一個event listener 去listen to這個event 然後就detect一個window的width 那那個field就是window.innerwidth 那你就可以拿到 你現在的browser的window的寬度了 那這個就是 用純用javascript的做法 如果你懂JQuery呢 你可以用JQuery 那裡是給你用的 任何Javascript library都可以用的 好 那這個就是sudo code 那我在window那裡 add event listener listen to the event resize event 然後呢 這個就是我的event handle 然後呢 這個就是我的event handle 那當那個window的innerwidth 大過等於992 即是當它是desktopview 這個desktopview的最minimum width 這個desktopview 那當是desktopview的時候 如果那個player之前destroy了 我設定了它做no 那我就要create一個新的youtubeplayer出來 那你只要call newyoutubeplayer的分數 那如果反過來 我的innerwidth是小過992 那你就應該destroy了一個player 然後set它做no 那就讓你知道我已經destroy了一個player 那這樣就可以做到那個效果 好 那這個就是reference 那大部分內容都在這裏確定 那如果你想看demo 這條link都有的 好 那這條slide就講完了 好 下一隻 就是reference 就是overview server side那邊的 那我會講一下workflow 然後就是講一下server side那邊 其實你實際上要做什麼呢 workflow呢 在spec那裡也有寫的 把裡面的變成動畫 讓你清楚一點 好 那這個就是workflow 那我們的app呢 會deploy an evoku 所以你一進來的app 應該是進去這個url 那你在前面的功能 就是那你就自己發給了 那我這次會連到室和Hiroku的server 那這個Server就會給我一個web page 和Hml 給我 還有它會製作一個新的session 給我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現在正在用的session 一個number是寫的 那你會寫的 那你的number form 你自己決定 我们没有限制你一定要用什么方向的 这样就除你了,总之是unite就可以了 用每一个新的client进来 我就要将你为一个新的session number 那就不要重复了 好,然后呢 我还会设定了一个web socket 就是另外一个connection 我设定了一个web socket的connection 好,就设定了一个web socket的connection 就拼通了 然后呢 这个desktop的 desktopview里面的video player 就预备好接收一些control signal 我突然会讲一些control signal 如何走的path 好,然后呢 client呢,就会在server 拿一条paylist进来 这条paylist 你记住就是存在server里面的 就不是坐在client那边 存在server里面 对了 就拼入了 然后,我有另一个client 今次是一个mobile client 我就连同一个动作 连到Hiroku的server里面 拿一个HTML进来 它一进app的时候 它已经设定了session number 因为我想这个mobile client 和这个desktop client 在同一个session 所以我会用同一个URL 进入这个app 是这样的 所以就specify session number 4140 同一时间呢 它会设定一个webshocket 的connection 好,这样就迫通了 然后呢 mobile client 就会在server download那条paylist 上来 这个paylist 就属于这个session 好,当desktop client 加片或者减片的时候 就是在paylist做update的动作的时候 这个动作呢 应该 给所有mobile client知道的 就是在同一个session 里面的所有client 都会收到同样的动作的 就令到任何时候 同一个session里面 所有client的paylist 都是synchronize的 只要我的session number 4140 所有的client 他的paylist的内容 都一定是一样的 那你可以自己决定 如何implement这个部分 你可以用webshocket 去synchronize 那条paylist 亦都可以用其他方法 这个我们没有限制 总之你synchronize 到就可以了 反过来 如果mobile client 那边 加一条片 或者减一条片的时候 那条paylist 应该都synchronize 到desktop 即是我在哪个client 做update 那个update 都应该broadcast 所有的client 这个就是paylist synchronization的部分 然后就到remote control 的部分 remote control 即是我按play stop 或pause 等等这些的动作 那无论我在mobile 那边按 还是desktop 那边按 control signal 都应该broadcast 给所有client 所以我在mobile client 按play 这个play的control signal 就会传到desktop client 那里 令到他收到play的时候 他的video player 就开始播片了 那这个就用webroadcast 去做到 console signal 的broadcast 那如果有两个 相同的desktop 相同session 的desktop client 那这个signal 都要broadcast 给所有的desktop client 即是我mobile 一按play 这两个desktop client 他都会同时开始播片 那这个都是用webroadcast 去做的 那如果session number 是不同的 例如这个desktop client session number 是4040 那这个play的signal 就不会给他的了 因为他们是不同的session 里面的 所以他的signal 就不会给到他了 好 那刚才就是remote client 就是mobile client 在client那边 按play的时候 会发生的事 如果我在desktop client 按play 那这个play 亦都会控制到 他的local video player 即我在desktop client 按play 他自己的video player 就会开始播片 而这个signal 应该都会给 mobile client 不过 因为mobile client 没有player 所以就 ignore了这个signal 那这个 就是你在client 那边 在client side 那边 你才filter 那个signal 应该是否应该去 控制 video player 那你就不需要 在server side 那边去filter 即server side 那边就不知道你是desktop 还是mobile client 他不需要知道 纯粹在client side 那边自己去决定 受不受 那个control signal 那这个就会令你的signal 这个就会令你的signal immentation 更简单 那 所以signal 其实要做的东西 很简单 只有两个 其实三个 有一个东西 就是routing 和message forwarding 第一个 routing 意思就是 当我有个新的client 进来的时候 他就会进去最顶层的url 就是 你的app的名字 .herokuapp.com 那一进来 那server就知道 你是一个新的client 因为你没有specify 那个session number 所以呢 server就会generate 一个新的session number 给你 然后呢 它就会redirect你 去那个page 去represent 这个session 就彈了你 例如我generate 这里generate 的session number 它就彈了你去这个page 那是一个redirection 那这个就是第一部分 routing的部分 第二部分 就是message forwarding的部分 那这里就用work socket做的 那 假设头 这两个是同一个session 写40 那 那所有的message 就是这里的control message 呢 如果是同一个session 的话呢 就会给所有在相同session的client 那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同一个session 所以 这三个client呢 这两个就是 desktop的client 就会收到这个control signal 那如果它们是不同的session 例如下面那两个不同的 那这个control signal 就不会给它的 是不会给它的 它收不到的 因为session number 不同 那应该就是说呢 不同的session 应该是independence 这样去 去做事的 我上面 所有的control signal 和所有paylist的operation 都只会影响同一个session 里面的client 其他client 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的 因为我们是by session 这样把connection分开的 所以不同的session 应该是workindependency 这个是 这份assignment里面的一个重点部分 就是你会懂得分开 一些session 好 那imitation那里怎么做呢 那 routing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用node.js和express 帮我们做的 亦都是未来的tutorial 会说的 而message forwarding的部分呢 就会用sortcat.io 都是一个node.js的library 这个很容易用的 那和surface side那边 要存住paylist 那存的方法呢 你可以用mongodb 或者mysql database 那这两样东西呢 在heroku里面 都会给予你 那你跟着 documentation去用 那就可以了 那至于怎么去retrieve 那个paylist呢 那你可以用sortcat.io 就是用同一个connection 或者你可以用respo API 那respo API呢 就是 遲些会说的东西 那我就建议你用sortcat.io 会简单很多的 用respo的话 就会令整件事复杂 好 那所以有个reminder就是呢 你应该可以完成到 有个uridesign player的部分 和control logic的部分 sortcat.io 那边呢 你就可以慢慢开始做了 因为 那些东西都没有cover完 的 那还有就记得 deploy 你的node.js 的application 在heroku 那我们迟下都会说 怎样可以deploy 好 那这些slides 到下一集 好 那应该说到一半的 就是node.js 关于写node.js的application 怎样去做 那其实是javascript 那首先介绍一下 node.js先 那node.js呢 那node.js呢 就是一个open source的application 那它都是cross platform的 你在windows 你可以找到它的installer 在linux你都可以装到它 在Mac里面你都可以装到的 那它是cross platform的 一个run time environment 那它就主要帮你去做一些server side的application 或者networking的application 那如果你用了node.js呢 那你的application 一定是用javascript去写的 那它本身就是一个 有一个javascript的engine在后面 那就是google developed的 那其实是chrome里面的那些东西 那它就把chrome的那些东西出来 做了一个新的东西 叫做node.js 那它的特色呢 就是它有两个的design 一个呢就是event driven的architecture 就是它里面所有东西呢 都是靠event去做control flow的 例如我有个client进来 有个client进来 有个client迫到你的server 它会trigger一个event给你的 那你就要setup一个handler 那还有它里面用了很多nonblocking I.O.的 那我等一下会告诉你 那这个有少少OS的成分在这里 那node.js呢 它的特色呢 就是有这两个这样的design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了 有一个这样的feature 就是 所有concurrent的connection 都是只有一个process 和一个freq 除非你自己要开freq 否则呢 它一定是一个process 一个freq 那就做了所有东西了 那这样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令到application的throughput 和scalability 会提高到啦 因为我不需要浪费一些 额外的resources 去负责 独立每一条connection 那做个comparison 我们以前就经常用apache 但现在都经常用 apache的分别呢 就是它是一个process 和threat based的architecture 就是我每次有一个新的connection 进来的时候呢 它会开一条新的freq 去handle 那如果freq不够用 就fork一个新的process 那这样的做法呢 是很不efficient的 因为有些connection 很短的 它可能只是get一个很小的file 进来 就是它可能只是用了一段很短的时间 那那个connection 就closed了 那如果我每一次有一个新的connection 我都开一条新freq的话呢 那就很不efficient 因为我要 因为你开一条freq 你需要resource 就是你要allocate memory 或者 或者存住states 那这样的做法呢 就不scalable的 所以呢 NoteJS就把这些东西 完全扭转了 它变成event-driven 和non-blocking-io 那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好 那刚才说的这两部分 我会详细给图 你看一下 刚才就是event-driven architecture的意思 就是这样的 那这一幅图 那这个呢 就是我NoteJS的run-time environment 写的 一条freq 而已 一个freq 那这条freq呢 它会继续一个event queue 然后呢 我会register了一堆event 一个handler 在这里 那它后面就连住个 就是用个main memory 来组住一些serverstates 那这里你记住 一条freq而已 那当有新的connection 进来的时候呢 它就会 就是kernel 就会 丢一个新的event emit一个event 或者我们叫做 emit一个新的event 去event queue那里 那这个event queue那里呢 当有新的event进来的时候呢 那这个event loop呢 就会extract了这个event 出来 那就可以handle它了 那它做完这些事情 搞定了之后呢 那它就会根据你的event 里面的内容呢 去决定行哪一个event handler 的 因为你register了一堆event handler 之后呢 它就会根据你的event 去决定 就是call哪一个event handler 那搞定之后呢 它就会handle下一个event 就是extract下一个event 然后又extract下一个event 如此类推 一路顺着它 所以永远都是single thread 的 一条fread就处理了 所有这些event 的了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event driven architecture 那在JavaScript里面 都是这样的 在frontend 你browser那里 browser那边 如何去控制你JavaScript 那些event handler呢 或者它如何处理那些event 或者它如何处理那些event 其实都是同样的 actature 所以在你的Chrome里面 JavaScript 是single thread 就没有multi thread 它一定是single thread 这样去做的 因为它本身的design 就是这样去设计的 那第二个部分 就是non-blocking I.O. 那这个 又是有些OS性分的东西 那 non-blocking I.O. 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GySynchronous I.O. 那blocking I.O. 那blocking I.O. 就是跟它相反的 就是跟它相反的 跟blocking 相反的blocking blocking I.O. 它的做法就是这样的 我这个就是我的process 这个是我的process 例如是一个C的program 那我会call fread 或者callread 就是一个systemcallread 那一call的时候 就会落 由user space 这个user space 就是你的application 那里 跌了去kernel space 由kernel去帮你read 这个file进来 那kernel做完 之后 就是read了整个file 它就会return 这个function call 就会return 那你就可以继续做事了 所以在读这个file的时候 你的process 是block住了 因为在kernel那里 你的process 就block住了 那block住的时候 你的process 就做不到其他东西的了 那这个就是apache里面的做法 apache呢 一read 或者write 它就会block住了 落了kernel 所以它一定要是multi-thread 才可以处理到multi-connection 但是note.js里面的做法呢 就不同的 就用non-blocking I.O. 这个一样 都是你的process thread 就是这个user space 那部分 那我会照call function 都会callread 但是parameter有点不同 那callread 那现在呢 我就会trigger一个non-blocking I.O. 的意思呢 就是说呢 我会跟kernel说 我想read某一个file 但是我就不会等kernel return 我只是跟kernel说 我要某一个file 那kernel就会自己在背后做事 自己在背后read那file 但是在这个process那里呢 我仍然可以做其他跟这个file 没关的事情 就是有其他operation我想做的 那我可以在read这个file的同时呢 去做 在这个部分那里做 那kernel 读完这个file 那他就会跟process说 我的file已经read完了 那就会call一个event handle 因为这里 由kernel那里 我会trigger一个新的event 去process那里 那process一收到这个event 就会做事了 那所以呢 在这个readfile的同时呢 我这里可以做一些 可以handle其他的request 那这个就是blocking I.O. 和nonblocking I.O.的分别了 那其实在cprogram呢 或者c++里面呢 都有些类似的东西 因为本身的kernel是support 那样东西的 那只不过是 你一直都没有搞过 因为这个做法呢 你需要 就是你的program的control flow 就会很难去控制了 因为 这里那部分做的东西呢 你控制不了 就是你不知道法学什么时候 那你就要透过register event handler 去handle这些event 那就是我们最大的分别了 那如果你使用note.js的application呢 应该就是大部分时间都可以用这个的 因为它的design是single thread的design 如果你用blocking I.O.呢 你的server的process 就整天block住了 那就 那当有新的connection就能够办不到 就会停了 那这个不是我们的expect 的behavior 那这个就是event handler architecture 和non-blocking I.O. 就是note.js上面 一个很重要的feature 那note.js呢 刚才说过 它是design for server side的application 那所以呢 它里面已经built in 了一个http的server 那所以你就不需要用其他server 去帮你去做server side那边的东西了 那你就不需要你apache 或者Microsoft IIS 或者Engine Excel 那些全部不用用了 用回note.js自己里面的server 就可以了 那怎么去写一个简单的http server呢 这段code很简单而已 就是这样 首先呢 我会拌一个http的module 太高了 弄低一点 好 下面这里 我会拌一个http的module 然后呢 我create一个server 那这个分钟call呢 就会帮我create一个新的object 那它是一个http的server 那你在这个server里面呢 它会要你pass一个function进去 这个function呢 就成两个parameter 第一个parameter就是request 然后就是response 那response那部分呢 那你要写一个header 那header 写header的方法就是call这个方法 risehead 然后那个responsecode 200 然后那个content type 那我是clean test的 然后呢 你就把这个data 就是我的data是hello world的 那就是pass thehello world的 然后呢 就dot listen 这个其实呢 就等 其实就是equivalent 就是这样的call的 就是我不一定要连着它 我可以分开来写也可以 就是一样的而已 那你喜欢分开也可以 连起来也可以 是各页的效果是一样的 因为createserver呢 会return回http这个object给你的 那你再cord.leason 然后port number 然后IP 这样呢 就可以起到个server的了 那我可以开个terminal 试一下吧 那那段script呢 就叫做server.js 那我call nodejs的application的时候呢 我execute过这些script的时候呢 就call node 然后server.js 就可以了 然后我去到browser那里了 copy的link 然后去chrome那里呢 不用看到了 总之会return回hello world 给你了 那我就设计了http的server了 那你见到它是很容易就可以设计到server了 那当然你开了 有些configuration 那你自己再研究一下 它怎么去做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就继续看了 如何去寫notejs的application呢 它和javascript是有少少少分别的 就是跟你在client side那边做javascript有少少分别的 当然这些synthes也是一样的 但是 那些分别是什么呢 我们接着就会透过 十 应该是十三个exercise 去看 究竟和client side的javascript有什么分别 那这个exercise 我只是在这里抄出来的 那它本身是一个interactive application 我等一下可以开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exercise 这个好桌的 那就是说呢 叫你写一个program 然后print回helloworld 就是用note.js 写一个helloworld的program 那python你会写呢 就是叫print helloworld 那note.js里面呢 都很简单 就是用console的API 那这个应该很熟悉的 console的API 本身javascript的standard里面有的 那所以我就会叫console.log 然后 我上frame这个东西都不打下去 是不是 那这个 那这个 这样的function呢 就对你debug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你记住 怎样去用了 那console.log之外呢 还有其他东西 例如有console.error 那 那script就是这样 没有了 然后run出来呢 就是我第二招打了 然后exercise1 exercise1 exercise1 hello creen了helloworld 很简单 好 第二个exercise 就是我现在要写一个program 那它呢 就会设一个 或者多过一个的number as command line argument 就是你在cprogram 你知道怎么去设一个program 去设一些command line argument 那node.js 那node.js 一样可以做到这个 那 吃了argument之后呢 就要将那堆我input的数字 的sum output 出来 例如我call的时候 是这样call的 node 然后program.js 1 2 3 那program output应该是 1加2加3 就是6 因为这三个是command argument 那node.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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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去设个command argument呢 那就是设这个variable process.argv 那就可以了 那我就 例如我console.log 然后process.argv 那 就会return一个array 给你 那这个array 就会把所有command argument 给你了 那第二个格 就是node 就是node runtime的名字 然后 path 你那段script的path 然后 就是你input的command argument 那 留意 其实你在c那里 你都试过的了 它input的command argument 是string 来的嘛 不是number 所以你要把type 转回 在java script里面 转 转type 把string转到number 就call number 然后input 那些string就可以了 那这个就是solution 很简单 这个第一行 你明白的 然后呢 我就由第二格开始 因为第一格 第一格 第一格是node runtime的名字 第一格是path script的path 所以第一格我不要 我就是由第二格开始读 那就是一路读到array的尾 因为这个array 所以里面有一个field 叫做.length 这个就是array的长度 你逐格去读 然后呢 就每一格 你都把argument 转做number 然后加进去sum 这个reverable 那里 然后output result 那就可以了 不demo了 明白了 第三个 第三个 就开始做i.o的东西了 不过暂时就不够 暂时就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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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synchronize的i.o 就是blocking i.o 也就是你在OS 那时候 学的那些 fread 那些 synchronize 的i.o 那里面 我现在要写一个program 那里面做的东西呢 就是read 一个file 然后print 里面有多少newlines 就是有多少斜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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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将行数output 出来 那怎么去做呢 这个program 那这次呢 我们就会用到一个 在nook core library 里面的module 叫fs 那我怎么知道 nook.js里面 有什么module 可以用呢 那你可以去 这个link 这个就是fs 如果去到 official 那个网 那里呢 你按documentation 然后 跟回你的version 例如我想看5.9的API 是什么的 按下去 那你就看到有一堆的module 你可以用的了 那我现在想用filesystem的module 那我就按filesystem 那就会有一堆 你可以用的method 可以用了 那首先你要requirefs的module 然后呢 然后呢 就在fs这个 他return 给你那个object 那里 去做 你相应你想做的operation 例如我现在是想read 一个file 我想做synchronousIO 那我就会用这个 就是readfilesync 那 逢身是blockingIO的话呢 他会在功能上面写明 它是sync 这样的了 然后就pass file path 给他了 那因为这个是 blockingIO 那所以这个功能一return 呢 那个file已经写完 了 所以它的return value 呢 会是file的content 那 node.js里面呢 他会把file的content 包到一个叫buffer的object 那里的 buffer就是class的名字 那就是object 那你就可以透过去read 那一只object 去拿回file的content 那 那 最简单的方法 把buffer转回 作为一条string 就叫toString 那 那 因为我现在呢 我拿到一条string了 我拿到filecontent 那条string了 我现在要数有多少个斜 n 那 其中一个做法呢 就是用split 这个功能 是javascript 里面本身有的东西 就不跟look.js 那 split这个功能 你一call 然后pass 斜n 做个parameter 那 这个功能呢 就会把你input 那条string 用斜n 斩开去变成一条array 那 所以你透过数一下这条array 有多少格 那你就知道有多少斜n了 那 那我说完一大两个呢 那solution 是这样的 四行 那 首先第一行 就load了这个module 进来 然后commitfilesing 这个method pass input input path 那 return回buffer的object 给你 然后你转回 做一条string 然后呢 就数一下 我将它split 变成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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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斜n 来做delimitor 去split 翻开它 然后就数一下array 多长 然后减一 那减一 那减一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我最后那一行 是没有斜n 但是它return 就是split完之后呢 它return 用array 最后一个element 就是过一个file的最后一行 但是其实这一行里面没有转的嘛 所以那一行你不用数的 那么就减一 那就可以了 那这个就是solution了 好 那看完blocking I.O. 就可以看怎样做nonblocking I.O.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凡是重要的那些exercise 我右上角有个星在那里的 那如果没有个星那些呢 你有空就拿来看看了 应该就和assimment II没什么关系了 那这个program 它要求你做的东西呢 跟刚才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今次我要用asynchronous I.O. 刚才是blocking I.O. 或者是synchronous I.O. 今次用asynchronous I.O. 那一样都是数行数 那所以今次我们call的功能 就不是readfile sync 是readfile 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就好了 node.js 如果它没有说的话 你就可以假设它一定是 nonblocking I.O. 或者asynchronous I.O. 它by default一定是nonblocking 的 如果你explicitly想要一个blocking I.O. 你就在一个function name 后面加sync 那现在我们用readfile 这个功能 它就是一个nonblocking 所以呢 你去readfile content 的时候呢 今次你就不是read它这个功能的return value 你今次是要透过用一个callback function 也就是说你要register一个event handler 当file read完的时候呢 你的event handler 或者你的callback function 就会被execute 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功能 readfile content 回来了 那这个concept呢 我想你lature都见过 都见过很多 因为JavaScript本身就是一大堆 用callback function去做事的一个programming language 所以这个你应该熟悉的了 那callback function 什么样呢 就是这样的 就是两个parameter 第一个parameter是error 就是如果我的I.O.有error 就会report一个error 在这个variable里面 第二个parameter 就是buffer的object 也就是我们刚才call vfile sync return回来的object 今次呢 它就会去到callback function的第二个parameter 因为当这个callback function被execute的时候呢 这个buffer 就是这个filecontent 已经read了到这个object那里了 所以你就透过去read 这个function的第二个parameter 你就可以拿回那个filecontent 那内 嗯 然后readfile呢 除了吃callback function 和filename之外呢 你也可以pass一个option 那option的意思呢 就是自动帮你把buffer 转了做一条string 那你就不需要 好像刚才那样call to string 就是不用explicitly的call 你就直接在option那里 specify 我现在想要一个utf8的string 那它就会自动帮你 把data的buffer的object 变回做一个string 那就省了一步了 所以这个solution呢 就比刚才 複雜了一些 首先我还是要用这个fs的module 然后呢 我就read一个file 那个file的path呢 就是第二个argument 然后 第二个argument呢 就是readfile的第二个argument 我那里 我就pass一个option 叫utf8 那就令到 当callback function call的时候 data那里呢 是指着 filecontent的一条string 就不是buffer的object了 所以这里呢 在callback function里面呢 我就不需要call toString了 我就直接在data那里 call.split 把它变回了一条array 然后数回去length 减一 那这里刚才解释了 为什么减一 这样我们就做到一个 我们第一个的non-blocking io 了 其实分别只是由 read return value 变成在callback function read一个parameter 其实这个concept就不是那么难明白的 好 那 跟着的exercise呢 我看一下 我说完这个 这个就是filter了的ls 都是一个asynchronous io 来的 其实整个做法跟他差不多 那 那个program呢 要做的就是 我input了一个path 给你 然后呢 你就做一个ls 给我 就list 收回那个input的direction里面 有些什么file 但是呢 我有个额外要求呢 就是要filter by file extension 就是我可能 我只是要jpg 那我第二个argument呢 就会是jpg 就是我filter做的这个ls 那 所以这个program的做法呢 跟刚才都是很类似的 我们都会用到file system 这个module 但今次用的method 就是read directory 那 未升io 所以就没有升 就知道了 然后呢 我们也都会需要用到path.extension name 那 这个呢 就是帮你在callback function里面 就是我在read directory 他会input回一个array 他会给你一个array 就是一个array 那你在这个array里面 每一格呢 你就 查一下他的extension name 是不是我想要的file extension 如果是呢 就output 如果不是呢 就ignore了它 那这个就是solution 那今次我会用到一个额外的module 叫path 那我就用require去load这个module 利用 然后呢 我就call read directory 然后就pass input path 进去 那个direction path 然后就有一个callback function 那在这个callback function里面呢 一样都是吃两个argument 第一个是error 第二个是data data就是一个result 一个array 就是我的folder里面有什么file 就会在这个array里面出现 然后呢 我就会在这个array里面 叫.forEach 我等一下解释给你 那它会吃一个callback function 又是一个callback function 那呢 你在这个callback function里面呢 你就可以read 我现在的file 现在的file name是什么 因为这个data是array 那data 当你call data.forEach 的时候呢 它就会帮你把这个array的每一个element pass到这个callback function里面 就是我第0格 它就pass到这个function call一次 第一格的file 又會pass到这个function call一次 如果这个array 如果这个array data这个array 有10个file 那 就会call这个function 10次了 那你在这个function里面 就可以决定 你read到这个file的时候 你read到这个array的element 的时候 你应该在里面做些什么 所以呢 我在这里 我要check extension name 对 我就call path.extension name 是不是等于我想要的extension 如果是 就console.lock 把result output出来 如果不是 就ignore了 就这么简单 那这个data 你lecture里面应该有教的 不过我好像没教到 就是关于functional programming 那里 是 就是javascript 3 那里 到最尾 应该是 去年没有教 今年有教 那我就省回 不用说太多 for each 对 这里 lecture有说的 那 但是 lecture教到这里没有 应该没有 没教到 不要紧 就是 concept没有意味的 你pass一个function 下去 然后每一个array 里面的element 就call到function一次 那就是所谓的 functional programming 在javascript里面 是用到很多 这样的 concept 好 那 那 后面还有 不知道六个 或七个exercise 那你可以回去看一下 或者回去甚至试一下做 看看你懂不懂做 应该后面那些 你看了那些hints 之后呢 你就应该做到的了 那我后面会有solution的 如果你不想看solution呢 你就可以download 一个没有solution的版本 我摆出来的了 就是这里了 摆出来的 有没有solution 你可以自己选 那你可以自己在下课的tutorial 也就是29号lecture的时间 之前 试一试先 因为之前就隔了一个复活节隔 那你有空可以试一下 那 好 今天就到这里了